俄罗斯的总统普丁二日深夜抵达了蒙古 展开首次正式访问了 普丁也接受蒙古当该国的今日报的采访 他说与我们的近邻和老朋友 在蒙古国发展全面互利伙伴关系 现在仍然是我们俄罗斯 欧亚方向外交的优先事项 蒙古国的外交部长还亲自去机场来接普丁的到访 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ICC国际刑事法院要抓普丁嘛 那不少西方媒体就说蒙古国你为什么不去抓普丁呢 是西方媒体在刻意炒作这一波的话题吗 博仲老师怎么看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因为比方说国人连外国人都搞不清楚 国际法院跟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是完全不同的组织 这个国际法院简称ICJ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是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后 在联合国宪章里面规定的一个六大机构 包括安理会大会秘书署等等 可是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是2022年依据罗马公约所成立的 那前者的国际法院是联合国会员国193国都参与 但是它只有仲裁国跟国公中间之间的纷争 比如说之前的中国跟非日宾的蓝海仲裁案 涉及领土争端战争冲突这些的 那国际法院ICC是International Court of Criminal 它则是另外一个成立的组织 是123个会员国而已 不过它两个都是在海牙 那国际刑事法院ICC是针对人 当一个国家有重要的政经人士涉及战争罪 种族媚诀罪或所谓的违反人道罪可以起诉通緝 所以一开始我们必须把这两个单位厘清 但是刚刚主任提到这个欧美媒体 此时一直在怂恿蒙古来逮捕普丁 这完全是一个笑话 为什么 因为美国本身就没有加入ICC ICC只有123个会员国 而且美国 中国 俄罗斯 包含以色列根本都没有加入 也就是说全世界最没有资格嘲笑 或讲这个蒙古人民共和国 就是这些美国媒体 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加入 那之前ICC所谓的国际刑事法院 在上个月有做了一个决议 就是说要通弃 以色列的总理内坦雅胡 还有这个哈马斯的高层 因为他们涉及战争罪 违反人道罪 还被美国嗤字以鼻 美国还宣称说 如果未来ICC的这些法官入境美国 要冻结财产 而且禁止他们入境 所以说基本上 美国媒体对这回事 完全没有资格讲话 因为他们自己又没有加入 所以我们国人在面对这回事的时候 也要有明确 这个基本知识的一个熟悉度 那当然有人讲说 普丁不是被通弃了吗 因为这些国家基本上 这个只有会员国 如果普丁入境会员国 有可能会被宰毒 但是这个国家 毕竟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会考量自己国家的这个真实的权利 他们的国家利益 所以以蒙古为例 我特别查询了 蒙古官方致得贺耻 欢迎普丁总统到访 会促进俄罗斯跟蒙古的帮演努力 而且肯定普丁总统过去的贡献等等 完全都讲好话 完全没有提到 要逮捕他的事 那当然有人会追问 那如果下一次ICC开会员国大会 蒙古的代表会不会被挖苦被洗脸 怎么没有逮捕普丁 估计就是这样的一个言语操作而已 那我特别查一下 如果ICC的会员国违反他的义务 会移送到会讨论 最后再移送联合国安理会处理 可是不要忘了 联合国安理会五常 五大常任理事国 俄罗斯就其中一员 所以估计完全没有事情 所以对于这回事 一方面我要明辨 整个组织的立场跟架构 另外一方面把它当成一个笑话而已 因为它没有实际的一个执行力 虽然说这个ICC 国际法院是针对国家冲突 那ICC是针对重大的政经人士 但事实上他自己并没有这个司法执行权 那有人开玩笑说 是不是要派出兰波 把普丁绑架回来受审 那当然完全是玩笑话 完全不成立了 以上 好 被通缉的普丁 我们也来持续看到他的行程 他这次和蒙古的总统见面 在3日这一天 那参加的这场活动是 1939年苏联还有蒙古军队在 中国东北满洲地区战胜日本军队的一个纪念仪式 好 事实上大家比较关心的 倒不是这场活动本身 而是说 你普丁这次来访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要特别来关注 就是他要的是输往蒙古的天然气管线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我们看到5月份开始 普丁的动作就已经可以看了出来 他当时访中就已经特别提到了 这个西伯利亚力量2号的天然气的管线了 那这个管线我们看到画面上全长3000多公里 当中950公里 我们看到他这个已经在管线当中是穿越蒙古的领土 这个虚线化的地方 那这条管线其实过去10年莫斯科都不断地在争取 但是北京的态度一直都是比较保守的 我们看到这条管线可以将西伯利亚西半部的 这个亚尔玛半岛上大量的天然气输到中国大陆 那管线也会经过蒙古首都 所以代表说蒙古自己也可以使用 那俄罗斯主要的盘算是什么 将近我们来分析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是全世界第三大天然气的使用国 第一是美国 第二就是俄罗斯 那自己有产天然气 大家用量当然大 而且那冰天雪地 尤其冬天的时候 天然气的消耗量是非常大 第三个就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我们知道 你这个天然气有液化天然气 跟一般的天然气 那你这个油 这个输气管 就是不用这个 就自然的不用液化 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天然气 从美国进口 从澳大利亚进口 从马来西亚进口 都要液化 为什么 你要液化在那里运输 你看那个液化 液化你就要成本了 第一个它要低温 你都凉凉的 我们知道那个煤气筒有没有 你摸有时候冰冰的 另外要加压 变得液化了 那你如果是这个管线 不用 直接就是天然气就进来了 那中国大陆 百分之二十五 它这个天然气 中国大陆是这样用 百分之二十五用来火力发电 天然气来发电 另外百分之七十五家用 你这些所有的家用的瓦斯 都是天然瓦斯嘛 就是这个样 或者中国大陆的 这种瓦斯的消耗量 天然气消耗量 是非常大的 人论上 那成本从西伯利亚过来 成本最低 不用液化 也不用运输 因为运输成本也响了 液化的成本也 也省下来了 而且还要运到那码头 码头的装卸成本也省了 对 你这个都省了 那它直接就管线 直接点到点了 通过西伯利亚 通过蒙古的乌兰巴托 直接就到东北了 直接就到内蒙古了 你看这个这样子 运输成本也省了 这种加工加压的成本也省了 这直接点到点 而且在俄乌战争 这个开战的时候 就开始急剧增加 因为以前的时候 在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天然气 只有百分之次从俄罗斯进来 那大概的话 就一百亿立方公尺 那现在的话已经增加到 俄乌战争爆发增加到 一百六十亿立方公尺 那现在呢 现在2024年增加到 三百八十亿立方公尺 你看看增加多少 一百六三百八 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多了 你看看就是从俄乌战争 那俄乌战争也需要钱 打仗嘛 那就刚好从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希望廉价的 俄乌战争提供 希望方便的 立刻有个取得 俄乌战争提供 俄乌战争希望 中国大陆的人民币跟卢布 中国大陆拿 那中国大陆刚才 他现在的说 使用量越来越大 因为觉得工业的发展 用电量增加 人民民生条件增加了 都要烧这个天然气 所以一个是 我们讲的供给面 俄乌战争出来了 需求面 中国大陆需求越来越大 然后他可以从澳大利亚 从马来西亚 从美国进口的 这种液化天然气 就相对的稍微减少 所以从来看的话 是俄乌战争战争的需要 第二个有地缘之力 是好 那成本低刚刚将军也说 又方便嘛 那中国大陆跟蒙古 他们的忌讳跟担忧又是什么 大使我们可不可以一分钟就好 谢谢 当然了 基本上中国大陆的担忧就是说 蒙古成为西方颠覆中国大陆的 另外一个代理人 这个是中国大陆对蒙古最大的一个关切 对蒙古来讲的话 就蒙古很怕被他的命运跟前途 再度被中国跟俄罗斯两强 所完全垄断跟操纵 谢谢 谢谢大使的补充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缘政治 内中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说生存 现在与未来 动心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正在 环球大陆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